穿着制服背着沉重的书包走入校园 是不是和你学生时期一样呢 为了升好高中考好大学 八点到校五点放学是台湾学生共同的记忆 但对于自学生来说 升学并不是成功的唯一方程式 读书 裁缝 录制影片 今年17岁的若萱是一名自学生 与一般学生不同 若萱的读书计划都是自己安排的 现在这个阶段都是去跟着我的溜冰的行程去安排的 溜冰是若萱在自学过程中找到的兴趣 他也将溜冰和裁缝两项专长做结合 决定要将制作冰装作为目标 已经自学长达八年的若萱 之所以可以花大把时间培养兴趣 背后少不了家长支持 因为我们家庭是一直很希望孩子接受很多元化的学习 那所以在一个孩子他提出他想要学习某件事情或某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一定都是全力支持 根据教育部统计 高中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人数从104学年度的453人 到110学年度的1694人 七年成长超过三倍 不论选择自学或是体制内教育 只要能为孩子寻找适合他们的学习管道 就是人生的最佳解答 记者年晚生吕一威采访报道